新加坡全国旅行社协会表示 将原本定在三月底的旅游展提前到三月头 是一个商业策略 协会也驳斥了某些会员对协会做出的不公平职责 新加坡全国旅行社协会是在24家会员宣布退出 并自行举办明年三月的旅游展后 把原定3月27号到29号举行的NATAS旅游展 提早到3月6号到8号 履协解释这样的安排是有责任的做法 因为两个旅游展撞期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而那个期间刚好是农历新年之后 三月学校假期开始之前 所以是吸引顾客的最佳时期 我们刚刚回到桌面前 尤其是比较小的游戏 因为现在他们会有机会 第一次吃饼 而不是只吃饼 而针对一些会员对协会做出指责 包括处理经费欠缺透明度 旅协会长表示 协会的一些资料必须保密 不能随意公开 这些指责都是不真实的 也影响了协会的声誉 并警告了一些会员要谨慎发言 他透露 虽然有会员选择退出旅游展 但当中也有不少提早更新了他们的会员证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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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